1949年 一场文化名流的争夺战正在进行 我们都派了飞机 把我舰过来 让胡适走 让胡适呢 那也是有对方陈英雀的 就让我祖父把我们这些人 全都带到台湾去 那么我祖父就一句话不说 神老是跟共产党走的 这是经过了国共斗争实践 生或死 聚或散 他说你不要走 他说共产党来肯定要进去 风云激荡 大浪逃杀 他认为社会是 这个条道路是人类的一个方向 面对国家 民族 其个人命运 在去与流的历史关口惆怅之时 万千知识分子会选择一个 怎样的未来中国 借工总裁军舰 布雷追随二十年 受之深切 但今春以来 目睹耳闻 饱受刺激 入夏秋后 并向日增 神经极度衰弱 施以不堪勉强支持 至此党国最尖卫之时期 而自演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 与其偷生施畏 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异 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如何发表消息 我义不如直说 患神经极度衰弱症 白天也常服安眠药 翠阴服药过量 不救而逝 我身无补时间 断不可因此举 而是反动派 捏造谣言 陈顾委员 顾雷先生攻击典礼 昨晨久时 在中国殡仪馆举行 将总统率领国民党 全体职尖委员 首签攻击 总统在陈顾委员一向前 围取二十多年来之之己 末年约一分钟 时缓缓退出 总统并玩当代晚人 横遍衣服 悬挂灵堂上端 第一百无一用之书生 十余年来 误国之罪 百身莫属 林书 溃身 痛身 就在解放军占领东北 向关内挺进后不到十天 蒋介石的首席幕僚 曾经名满天下的暴人 时政评论家陈布雷 在寓所自杀 有人说他是陪葬 有人说他是尸件 也有人说他是以身报国 当1949年即将来临 万千中国知识分子 在去与留的历史关口 抽搐之时 替蒋介石撰写了 二十年文告 被誉为领袖文胆的 陈布雷 做出了最激烈 最极端的选择 1948年4月 国共和谈已彻底破裂 内战全面爆发 而南京城里 中华民国却在进行 第一次全国性总统选举 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的 蒋介石 为着行政院院长一致 焦头烂额 党内的派系斗争 使得原本内定的张群 或者何英卿都无法出任 情急之下 蒋介石想起了 两年前退隐政坛的翁文浩 1948年5月25日的中央日报 发表了立法院高票通过 翁文浩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消息 这突来的任命 震惊了翁家的亲朋好友 翁文浩的幼子翁新军 甚至还被父亲的朋友质问了一番 他说怎么搞的 他说翁先生 怎么婚人要当这个 他说好像我是觉得我父亲 好像不应当的 好像太愚蠢了这样 这时候你来当行政院的事 汪文浩 1889年生于浙江宁波一个身商人家 六岁入熟 13岁考取秀才 1908年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 考入比利时鲁文大学 攻读地质学 1912年 23岁的汪文浩 以优异的成绩 或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 是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 回国后 汪文浩拒绝了 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 来到清平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 当了一名教授 1916年 北京政府成立地质调查所 汪文浩任矿产股长 后担任所长 他撰写过第一本中国矿产志 编写了第一张中国地质图 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地震台 他还创立了燕山运动学说 组织了养少文化遗址的挖掘 可以说在中国从矿产学 地质学到古生物学 土壤学等一切与地球相关的学科 都是由他创建的 小学高年纪的时候 已经只有丁文江 汪文浩 这是我们最出名的 最好的一本地图 就是他们两个人 然后底下呢 后来又加了一个李四光 那李四光是晚一辈的了 汪文浩还是第一个获得世界荣誉的中国学者 1922年 他被推举为国际地质大会副会长和评议员 他组织推动的北京周口店考古 在1929年发掘出了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 这一成就被盛赞为中国科学取得的第一面世界金牌 更造就了裴文中贾兰坡等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 他曾经有一种诗里提到 我随年少知自免 虚伏衰弱所中兴 那时候列强到中国瓜分势力范围 一个很重要就是挖掘中国的矿产资源 但中国人对这个矿产资源了解的很少 近代中国这种国家衰弱这种背景 以及他这个强烈的这种爱国主义救国的理想 还是对他这个专业选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931年918的枪声划破了书宅的宁静 让无数中国知识精英放下了手中的学问 蒋介石为网罗人才 于1932年邀请了王世杰 胡适等20多位专家学者为其讲学 这也是自由知识分子向国民政府靠拢的开端 就是在这一年的夏天 翁文昊第一次见到了蒋介石 位于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 保存着翁文昊初次见到蒋介石的记录 庐山上三天对谈 蒋介石为翁文昊的才华深深折服 并力邀其进入政府共谋抗日大计 蒋介石就说他说我也成立一个国防委员会 怎么那样子好像可以做这个抗日的准备工作 就叫我父亲当秘书长 你那个机构不是缺钱吗 我可以批给你十万大洋 然后就是无论如何要邀请他来 国防设计委员会是个秘密机构 对外不公开的不挂牌子的 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蒋介石兼任 为抗日旧王挺身而出的热血豪情 让翁文昊最终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 而翁文昊与共产党之间 在1949年之前却少有接触 细数下来最直接的来往 只有1938年的一段往事 当时为了开发玉门油田 需要做进一步探测 翁文昊需要去陕北 拿回当年遗留在那里的钻井机 之前设了一个陕北石油碳矿处 开始生产 但是共产党来了之后 就把那个油矿占领了 连工人载钻机都给占领了 翁文昊为这个事专门拜访了 当时中共驻武汉的代表专来 得到专来的这个权力的支持 对共产党或是对周恩来 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但当时翁文昊在国民政府内 如日中天 双方从此失之交臂 有人说翁文昊也许是一个 出色的盛世宰相 但1949年却是一个封烟四起江山一首的岁月 与权力中心的距离 将前所未有的左右着知识分子的命运 1948年5月 在中华民国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 蒋介石虽稳操胜券 但他力挺的副总统人选孙科 却败给了贵系军阀李宗仁 选举结束后 蒋介石内定的行政院院长张群 又遭到立法院反对 把持立法院多数席位的CC派 私自举行投票 推举和蒋介石已生嫌隙的何英卿出任 蒋介石只好在这两个人之外 挑选另外一个合适的人选 可以说是院长的这个帽子 是突然降临到文昊的头上之 那时共产党 要五年之间可以解放 我父亲认为国民党的力量 维持北宁路别问题的 他是那么有看法 他就如果知道 马上是国民党 马上就军事垮下来 他也不会 不知道 1948年5月24日 就在解放军包围长春的第二天 一直与蒋介石相持不下的立法院 高票通过了翁文昊的任命 这一变化得到很多人 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赞赏 然而人们也很清楚 面对国民党眼下的危机 翁文昊也将无力回天 翁氏出掌政院后 做事情也许可以认真一点 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转立乾坤 改变一个局面 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 就是一种失望了 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 也都是没有办法的 谁上台就谁倒霉 谁来做就谁牺牲 楚安平的一段话 异语成称 1948年5月25日上任 到同年11月3日提出总辞职 翁文昊内阁只维持了不到六个月 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 又一个短命的内阁 这六个月里 为了消除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 翁文昊推动了当时 势在必行的金融改革 但他所有的努力 留给后世的 只剩下被千夫所指的金元券 金融改革设计在抗战胜利之后 财政部很多年一直在想搞这个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 具体负责的就是财政部长王云武 最后这个蒋介石拍板决定 翁文昊只是作为行政院长 一个主导的工作 1948年10月31日 国民政府宣布解除物价禁令 金元券在发行两个月后 极高贬值五倍 并从此一泄千里 一致民不聊生 金元券从民间收兑的 近五亿美元金钞 被蒋介石悉数运往台湾 中国百姓被彻底掏空 作为这场荒唐戏码的石座俑者 怀抱救国梦想的翁文昊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胡适说他们 我们是志士之能臣乱士之饭桶 他选择了一个不恰当的时机 来做这样一个行政官员 这个选择就决定了 他不可能成功 他最后必然要失败 金元券大幅贬值后 翁文昊开始闭门不出 谢绝剑客 以为从此将彻底告别政坛 然而1948年的圣诞节 以包围北平的共产党 宣布了一个头等战争罪犯名单 名单上一共43人 共产党称之为罪大恶极 国人节约可杀者 翁文昊赫然名列第十二位 我估计是这两个 主要是这两个分析 一个发行节约券 一个就是反共广播 广播讲话 实际上也是 就蒋介石那儿有人写好了稿子 他实际上没有政治头脑 他的理想上是 所谓好人政府的理想 一个政府有好的人 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好好做 那不是政治那是行政 被政治折磨得筋疲力尽的 翁文昊又再次踏足政坛 为了抗战 为了国家的建设 这样才来从政 地制调查所留下来了 只有翁文昊必须远走他乡 翁文昊是个书生 他不懂政治 他就不走我们不会难为他 三天对谈 蒋介石为翁文昊的才华 深深蛰伏 然后就是无论如何要邀请他来 国防设解员会是个秘密机构 金元券大幅贬值后 翁文昊名列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的 第十二位 一个发行金元券 一个就是那个反共广播 时间进入1949年 军事上的失利 以及贵系军阀逼宫 迫使蒋介石第三次宣布下业 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事务 亦与中共停战求和 中共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是要南京政府逮捕一批内战罪犯 并强调首先要逮捕 43位名单中的头等战犯 消息传来 汪文昊收拾行装必居台湾 四个儿子中 老二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老三翁兴赫与老四翁兴君 都没有与他同行 思议区劝我大哥不要走 我大哥是派出去学油管的 这是唯一的一个油管专家 他说你不要走 共产党来肯定要建设的 你到台湾去 台湾也不能守得住 台湾就那么小的地方 你这个学费所用 张思凯就确实了 共产党这个日子不好过 快说 我妈妈就是她的女儿 在嘉义 父亲是在上海 加入的中国石油公司 被派到了嘉义 国外祖父来的时候 还有包括可能说好像欧欣元也来了的话 就都住在嘉义 国共和谈未能一蹴而就 李宗仁很快又向翁文昊伸出了橄榄枝 1949年2月8日 翁文昊随同李宗仁的特使程思远返回上海 出任总统府秘书长 被政治折磨得筋疲力尽 却又再次踏足政坛 文文昊为的是争取一线留下来的希望 觉得自己是为了抗战 为了国家的建设 这样才来从政 最后没想到落在他头上最后的一个结论 是一个战犯 当时的李宗仁的政府的形象 还是说跟国共和谈 他觉得这个时候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命 可以树立自己一个支持和平 或者是反对内战的这样一个形象 1949年4月1日 张志忠少丽子一行 启程飞往北平 开始与中共和谈 文文昊特意前往机场送行 但经过十多天的拉锯战 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4月19日 周恩来指责李宗仁要求的延长签字期限 先达成停战协定 实质是拒绝在谈判书上签字 李宗仁于第二天召开五院院长会议 文文昊立主国民党接受中共的要求 但这次会议还是彻底关上了和谈的大门 文文昊也只得再次流亡 再次离开南京的前夕 地质调查所的所长李春玉来访 当时国民党正在动员知识分子去台湾 并准备整体搬迁各大高校和研究院 但是地质调查所的人员都不愿离开 并已在积极准备迎接南京解放 调查所是翁文昊一手创办经营的心血 李春玉觉得应该把这一变动告诉老所长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 战火直逼上海 中国石油公司设在上海的两座炼油厂 正位于最先爆发战争的浦东 此时翁文昊的长子 中油公司工程室主任翁新元 已带着妻女回到上海 这一次他没有再随父亲离开 而是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 并参与了炼油厂的护场行动 比邻黄浦江的炼油厂拥有自己的码头 战略位置十分优越 战争还未爆发 就由国民党的部队强行要求进驻 随着战事越来越近 中油公司的留守人员 眼看就要顶不住军队的压力 直到有一天 翁新元拿来了一张卫戍司令部的军事警示牌 油库重地禁止驻军 也盖着这个上海卫戍司令部的印 这种东西 但就管用翁翁给办的这个 就是上海卫戍司令部很高的权威机关了 他给下的指示才起作用 我们把油保护下来 解放军把难走是用了我们的油 地质调查所留下来了 炼油厂也保下来了 只有翁文浩必须远走他乡 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 而是经上海台湾最后到了香港 他决心跳脱出中国政治的漩涡 不再任人摆布 只是一颗期盼回家的心 仍在经受煎熬 回家的信号比想象中来得要早 1949年5月29日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 代理事长陈毅 就在会见资源委员会留守人员时 第一次向翁文浩招手 翁文浩是个书生 他不懂政治 他就不走我们不会难为他 希望他在回大陆之前 有一个公开的表示 就是对以前参加国民党政权 一个否定吧 长子翁新元后来回忆说 父亲接获消息激动万分 在家书里写下 但求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 愿意回国做百姓 而不愿流往海外当白花 1949年9月 翁文浩将父亲与妻子 从台湾接到香港 并交游前来探望的翁新元 带回大陆 而他自己则继续留在香港观望 他认为可能他的问题 需要中共最高层的来人 来做表示他才放心 他在香港写了这样一个 自白书性的东西 由翁新元带回来了 据说被递交到 邵丽子的手里头 里面文词之中 还是委员长讲 行政院长送 用这种口吻来说话 他们就根本没把他这份 自白书逆送上去 我问的时候 我骂我自己可以 骂别人好像骂不出口这样的 所以这都后来吧 这都很僵 僵持之中 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 发来电报 催促翁文浩回台湾 乡里政务 而在此之前 策反云南起义的 国民党将领杨洁 在香港遭特务暗杀 香港已飞酒流之地 1949年12月 翁文浩前往巴黎赞助 此后一近一年里 他一直挣扎于 是接受美国大学的聘请 谋一份维持生计的收入 还是耐心等待 可以回国的消息 抽搐之中 翁文浩也在墨查世界潮流 50年代初的时候 欧洲的大的趋向 是这种保守党政府的垮台 是工党政府的 国有化的政策的推行 包括他做的简报 都是社会主义阵营 生产在发展 朝气蓬勃那种形象 而西欧是那种衰落 江河日下的那种印象 在他墨查世界潮流的结果 他认为 社会这个条道路 是人类的一个方向 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11月份志愿军出兵了 中美直接军事对抗了 成为敌对国家了 这时候呢 我完全不行了 他要回来 回来 好像跟中国人民共生死 1950年底 中国出兵朝鲜后两个月 文文浩最终退掉了 开往美国的船票 并于第二年春天 搭上了飞往香港的班机 1951年3月7日 北京前门火车站 迎来了中国曾经最优秀的地质学家 石油工业的电机人 以及一个不成功的政客 1954年 毛泽东亲切会见 文文浩 握着他的手 开口第一句话便是 翁先生回来了 好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着为您播出 贵州茅台凤凰冲击波 军情观察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